春分是农历二月的中间 分意味着一半 因为春分位于春季九十天的一半 所以叫做春分 秋天的中分节气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夏天和冬天则不称为分 因为这两个季节主要是阴阳二气的交替 而不是平分 方氏说 阳气从紫月开始生长 到五月达到顶峰 至卯月时正好是中分 因此春季是阳气中的终点 而中月的节气就是春分 这时阴阳正好平衡 所以昼夜时间相等 猿鸟制 猿鸟就是燕子 高佑说 燕子在春分时节飞来 秋分时节飞走 雷乃发生 阴阳二气相互碰撞就会产生雷声 到了这个时候 阳气逐渐强盛 但阴气仍然存在 所以二者相互碰撞就产生了雷声 乃者 运会解释说 象征着气体发出的艰难 诸书说发就是出的意思 使电 电是阳光的表现 当四阳之气强盛 并遇到气体泄漏时 就会产生光芒 所以历解说 声音和光芒都是阳气的表现 一经说 雷电结合就形成了章法 宫阳传说 电就是雷的光芒 但徐氏认为雷是阳 电是阴 这是不对的 因为在盛夏没有雷声的时候 电也会出现 这就说明电并不是雷的附属品 春分 二月中 分者 半夜 此当九十日之半 故未之分 秋同意 夏 东不言分者 盖天地弦二气而已 方氏曰 阳生于子 忠于武 至卯而中分 故春为阳中 而中月之节为春分 正阴阳逝中 故昼夜无常短云 元鸟至 元鸟 燕也 高幼曰 春分而来 秋分而去也 雷乃发生 阴阳相不为雷 至此 四阳见圣 由有阴烟 则相不乃发生矣 乃者 运会曰 向其出之难矣 诸书曰 发 由初矣 使殿 殿 阳光也 四阳盛长 执气谢时 而光生烟 故丽解曰 凡生阳也 光亦阳也 一曰 雷电何而章 公阳传曰 殿者 雷光是也 徐氏曰 雷阳阴电 非也 盖剩下无雷之时 殿意有之 可见已 广州 次第1个党